眼看飞机就要起飞 情急之下男人直接跳了上去 在记忆上调整好身形后 他供着身子朝机舱跑去 随着飞机的速度逐渐加快 男人一不小心从上面滚落了下来 好在他死死地抓住了机舱门 虽然没有掉下去 可同样也进不去 于是男人赶紧向同伴求救 让他想办法远程打开飞机的舱门 就在这时飞机再次加速开始起飞 而男人似乎已经到达了极限 整个身体比海带摇摆的都要欢快 看着飞得越来越高的男人 同伴此时也慌得不行 可他还是在男人即将掉下去的前一秒 成功黑进了飞机的控制系统 获得了打开舱门的权限 瞬间被吸进去的男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就看到了上千枚的核弹头 他刚给核弹头套好将落伞 准备将其推下去的时候 飞机上的巡逻员就走了过来